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 如果郭台铭是独立参选 没有与柯文哲合作挑战蓝绿 蔡英文支持度29% 韩国瑜支持度25.6% 郭台铭支持度27.2% 郭台铭支持度反而大幅下滑7.8个百分点 落居第二 郭柯王上周首度合体 选在823炮战纪念日 指导韩国瑜票仓 争取军系声然支持 意图明显 苹果周周对比民调显示 郭柯合作是最强组合 最有机会击败蔡英文与韩国瑜 而且郭柯联盟 由郭台铭选总统 支持度也从上周的29.4% 上升到本周的35% 点通分析 若郭柯联盟合体 会派郭台铭参选总统 克文哲担任国阵总顾问 郭台铭支持度 则大幅领先蓝绿两党参选人 达11个百分点 郭柯联盟不只具有 撼动蓝绿两党的实力 更可能一举创下 我国1996年总统之选以来 首次有蓝绿两党以外的 第三势力胜选的局面 点通也分析 郭柯联盟推派郭台铭参选 获得4层4 中间选民表态支持 甚至比蔡英文 韩国瑜 两人在中间选民支持度 加起来还多 说明了 郭柯联盟受到中间选民的 高度期待 这是中心台北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